刘一峰神父在狱里创立爱心农场 希望可以培养弱势族群自我尊严 平常是以贩卖鸡蛋作为营运的裁员 而最近农场接到2500颗鸡蛋的大订单 本来很高兴 不过要准备出货的时候 却被临时给取消了 这让工作人员急坏了 而消息一传出 爱心立刻涌入 不到一个上午 鸡蛋就被抢购而空 让神父直说 台湾人真的好赞 肉质卷起今年81岁 经白发层层的刘神父 日复一日挽着腰 仔细检查有机饲料 这里是他在花林域里创立的爱心农场 平时以卖鸡蛋维持营运 没想到临时被弃蛋 大概就是我们一天大概会有250克左右 那原则上大概一天到两天之内 就会全部都卖掉 竖起大拇指 刘神父满口的感恩 被弃蛋的鸡蛋消息一放出 许多团体都跑来询问 不到半天的时间 鸡蛋就被抢光了 就一下子我们的蛋就找到了 一个可以抵达的地方 我们真的感谢 我们台湾人 台湾人真的很慷慨 养鸡场位在花林域里 400多只土鸡在这里生蛋 刘神父强调有鸡 更在意人道饲养 就像照顾弱势族群一样 用同样的心态 对待生命万物 记得高雙雙预阵 采访博道